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过 他以前是颐和园的花匠 如果你爸妈同意 我带你一起去 看看那新奇的花房 保你大开眼界 我没等他说完 就跑回去问妈 妈很高兴让我和老周出去一天 她给我戴上皮帽子 穿上棉外衣 三月的风依然很寒冷 我们即刻动身 老周的朋友 我叫他李大伯 住在北京西郊 离城有二十里地 他的花房在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 我们雇了两辆黄包车 从东城到西城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出了西北城门 我们一人骑上一头驴 在晴朗的春日早晨骑驴可实在有意思极了 天空蔚蓝 清风凉爽合唱 道路两旁的树木长出了嫩黄色的新叶 桃树 梨树 杏树长满了花蕾 老周告诉我 这些树是造颐和园时种的 我问他 颐和园是谁建的 是慈禧太后建的 你看 树比人的寿命长 现在有好多人责骂慈禧太后 不用钱买兵件同外国开仗 而建了这座颐和园 我看他够明智 他一定清楚打不过那么多国家 所以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钱用在建花园上 瞧 阳光一照 够多气派 这漂亮的皇家花园 可是一双双手盖起来的 我以前去过颐和园 几乎每一组建筑都像画一般 延湖而建的迷人长廊 石房 青铜宝塔 神秘的戏台 堂皇的宫殿 我突然羡慕起老周的朋友 在颐和园住了那么多年 真想早点见到他 可惜啊 慈禧太后死后不久 他就退休了 他最喜欢的花也差不多都死了 老周叹了口气 继续说 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他 他五十岁生日时 赐给了他这个花园 起名叫水卢园 一个很雅致的名字 他爱水 经他手的花木都长得非常好 到李大伯的花园已是中午了 站在连接花园和大陆的桥上 我们看到 颐和园在左面 一泉山在右面 西山像一道酱紫色的水晶屏障 掩映在花园的后面 李大伯的大黄狗看我们来了 叫了起来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穿了一身蓝布衣裤 出来迎接 快请进 老弟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都下午了 小姐 你一定饿了吧 我给你挑个大苹果 犒劳犒劳 他长得又矮又瘦 面色却很好 透着健康 说话时 眼睛一闪一闪的 像一对萤火虫 那条大黄狗 很友好的跟我们走进来 我这条狗的眼睛是绿的 你说怪不怪 可能是因为我不给它肉吃 总喂葡萄 走进茅舍 门前是个大池塘 四周的树开满了鲜花 茅舍的两头是客厅和寝室 我们进屋时 一位瞎眼老人 起身迎接 李大伯介绍说 这位盲老人 是他的表弟 我敢说 他酿的酒最棒 他父母是绍兴人 那地方 每家每户 都有自家酿制的 百年成酒 他们生孩子时 埋上几大坛子酒 等孩子结婚时 再拿出来 李大伯告诉我 他们用自家种的枣 葡萄 苹果 梨 梨子 米 和玉米 酿酒 他说 让我尝尝过节时 喝的甜米酒 一个年轻的农人 端上一个大盘子 里面 盛着几个小碟 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 最美味可口的饭菜之一 李大伯说 甜米酒 要等到午饭后再喝 这种酒 白得像奶一样 又甜 又香 吃过午饭 我们来到花园前边 杏花 樱桃花 和紫丁香 沐浴着阳光 空气里 弥漫着花的芳香 李大伯 拿去冬天 盖在牡丹上的甘草 露出牡丹新发的嫩芽 那翠绿的嫩芽 使我想到 新生的婴儿 刚从地里 挖出来的葡萄藤 散乱在地上 享受着春日 阳光的温暖 古老的紫藤树干 活像出海的蛟龙 上面长满了 一串串的紫色花芽 这种紫藤很特别 能做面饼 慈禧太后特别爱吃 李大伯说 我问这紫藤 有多少年了 他说有二百岁 但最老的是紫丁香 已经有三百年了 他的枝干柔润窈窕 像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妇 我真有点担心 可不愿看他老死 李大伯说 三百岁够长命了 想返老还童 可不那么容易 老周说 花房在花园后面 前边是一大片低洼的空场 花房有三面 砌着泥墙 南面全是纸窗户 采光很好 北京的三月还很冷 花房里的花木 要到五月才搬到室外 过去花匠们都知道 如何种好室内的花 他们种在花盆里 就成了台械楼阁上的 上好装饰品 一般来说 中国人喜欢盆花 胜过平花 种好盆花 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艺术 因此 这要求花匠 不仅要知道 大多数花的特性和形状 还要了解他们 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比如牡丹表示雍容华贵 木兰表示卓尔不群 兰花表示青春秀芽 竹子表示高洁的情操 和美好的品行 总之 差不多每一种花木 都有它深层的内涵 而这种意韵 又是同中国历史 文化 甚至社会传统相连的 花匠在不同场合 摆设花木之前 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老周在这次访友之前 常跟我谈起李大伯 想想看 颐和园有数百台蟹楼阁 李大伯几乎每天都要摆上鲜花 而且摆上去要显得高雅别致 富有情趣 种花容易 怎么调理可就难了 再有 他还要管好手下的四十几名花将 老周说 走进李大伯的花房 我简直惊呆了 刚一掀开草帘子 一股浓郁沁人的芳香 便立刻把我带入一个仙境 我在绿色的海洋沉醉了 那里有许多奇异的花木 我在别的花房 根本没见过 迷人的盆景 矮身的松木 长绿的灌木 使我觉得仿佛是在梦幻的世界里 柑橘 柠檬 杏 佛手 都是那么可爱诱人 还有豌豆 黄瓜 茄子 小红南瓜 有的只是为了让人看 有的还可以吃 小姐 你会想着这些只为姐梦好玩 我可没那份闲情 老弟 你也许不信 自打我丢了颐和园的差事 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只剩下这座花园 可我又舍不得卖 好在 我的两位徒弟 借钱建了这个花房 他们劝我把花拿到城里去卖 他们说 现如今没几个人能养得起花房 大多靠卖花支撑着 可你在一和园镇的不少 哪能都花光了 老周说 是这么个理儿 我一人是花不完 那时候 凡认识我的人 都羡慕我这份差 可没人知道我有多难 我每天都得记着 老佛爷可能会去哪儿 得先把花摆上 可鬼才知道他要去哪儿 为保险起见 我就在他可能去的地方 都摆上花 如果他不喜欢那种花 我还得换样 他最喜欢什么花 我问 这很难说 反正他让我种花卷上 画的所有花 他对花的品位还挺高 市面上有的全不要 我只好在自己的花房里种 他喜欢这些小盆景吗 我又问 哦 喜欢的不得了 我想 他可能是跟乡下长大的 特别喜欢自然植物 他叫园艺师 把颐和园周围都辟成花园 还常教我如何做小型盆景 我不得不种了好多矮生松树 柳树 还有长青树 同各种棚花相称 还搜罗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树枝 嫁接种在棚里的梨树 樱桃和桃树上 我听说 你在盆景上种了小牡丹和山茶花 它们能活多久 我爸也种过 可没活多长 我说 你问得好 我来告诉你 慈禧太后特喜欢长着小树的盆景 她不愿看到她最喜爱的花木死去 因此常对我讲 你记着 花树总是越老越娇媚迷人 只要养得好 就能长生不老 可盆栽的小树活不了多久 老周说 我可不敢这么说 所以 我就得花钱 想尽各种办法 让她喜欢的花 树 活着 有一次 她喜爱的一株牡丹 根都烂了 我把它移进一个浅盆 为了不让它死 我试了几种办法 都不灵 最后 一个老花匠告诉我 得用芝麻油洗根 总算是救过来了 还长得挺好 可真够废的 我们家做饭都用不了一勺芝麻油 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花枝长心芽 我还得用这值钱的油 焦三百岁的紫丁香呢 这下你知道 我钱花在哪儿吧 在回家的路上 老周跟我说 李大伯不光是个出色的花匠 瞧她 对她的花园 多惊喜 优优独播剧場